哈喽 大家好 我是华小北卖手机的老神啊 现在手机都在重度的测试当中 然后看一下主板有没有问题 这是一个苹果XS 然后内存是256g的日版 像日版的话二手是会比美版更好 然后是机子很多都是原装的机子 然后橙色的话也会更加的好 可以看到是最a日版的 现在来拆机看一下内部的情况是怎么样 像我们拿机的话 最后测试完都要拆机看一下 每次开机就像开奖 像开到不好的就翻车了 然后看一下这个机子吧 然后把它胶拿掉 可以看一下这个机子 机子里面是非常干净的 然后看他眼睛 那屏幕眼睛 这种就是原屏 你看到都很干净 这个机子轻松下车 贴上圆的防水胶就可以发货了 这是一个苹果11 64g黑解机 然后是 亮充橙色的 然后充电是只有一次 然后电子效率100 这机子的话我就不拆 已经是确保是原装的 这是一个荣耀nova6 然后5g的 麒麟985的处理器 我是挖孔式的前置摄像头 像安卓要拆机的话 我们都会问一下客户 然后客户确定要拆 我们就拆 然后因为安卓买到原装的防水胶 贴起来的话 效果会差一点 但实际不会影响的 就是放行一点 这是一个苹果Xmas 也是一个日版的256g 然后橙色是亮机 档口老板说是行到的话 其实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他说不 不放心 可以直接拆 然后就直接在市场拆开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Xmas 然后拆开的情况 就是把主板也下下来了 然后都是没问题的 原屏 这个也是安全下车 这是一个苹果X64g的无锁黄色 然后是九星以上 这个也来拆机 掰开一下 看一下里面是什么情况 然后交硬点的话 基本都没什么问题的 打开看一下 像这种一眼看过去干净的机子 就是问题不大 原屏 现在再来近距离看一下里面的情况 里面是非常漂亮的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苹果X的屏幕 这个也是个原屏来的 贴上防水胶就可以发货了